制作马具丝毫马虎不得 因为这关乎着马帮的安全 马队从出发到返回 少着一个月多则半年 长期离乡背景 心情是起伏不定的 唱山歌来抒发情绪吧 这是常见的 一般我们通常说他们是赶马调 因为赶马人的生活都是参风露宿 他们用这些歌声来表达自我的情感 跟所见到的事物 马队中的赶马人冒着极高的风险 奔波于崎岖的山路上 他们盼望的是跟家人团聚的欣喜 其中的心酸呢 岂是局外人所能体会的 像这里没有驿站 肚子饿了 就地地买锅造饭 赶马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 饿不得的 吃饱了 才能干活 鸟道雄关每年中秋呢 都会上演人鸟同道的戏码 因为成千上万的候鸟迁徙 都会路过这里 而且呢 它还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赶马人的心酸是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的 有的时候呢 连睡个觉休息一下都可能是一则传奇的故事 晚上睡哪里 会什么 有什么鞋垫 有什么开亮 可能呢 有马垫的地方呢 还就住店 但大多数情况下 没有马垫呢 就叫开亮 开亮就是住在野外 住在野外呢 那么 比如说马呢 就会乱跑嘛 那他们这些赶马的人呢 就分别住在 睡在那个路口的地方 有的路口睡在两个人 有的路口睡在三个人 这样子呢 马就把马挡住 在各个路口 那么天亮的时候呢 一觉 马就会集中在一起 过去这样的马垫 大概在威山这边有多少 它就根据成的四边了嘛 东南西北 成的四道成门周围都有 这几家呢 就是相对大一点 就是东西南北 城门旁边 那城里也有好几家 大概加起来 有十多家 这个地方算是城外吗 这是城外的 北门外最大的一家老马垫 这位就是老板 非常热情的 那么过去马是拴在什么地方 它有眷房的 这一排都是眷房啊 全部是眷房 因为用现在马帮来的少 那么就变成一般的客户 这些都是冒绝 那像这些都是马垫 这边呢 它原来就是一些小火堂 马帮自己烧和做饭的火堂 这边是客堂 马垫大多是妇女来招呼客人 因为赶马人一年到头 参风露宿很辛苦 一进店中 很多小事情妇女 比较能够细心照顾到 会感觉到比较亲近 当然价位合理是必须的 另外最辛苦的就是牲口了 一定要得到最好的照料 这个就是马草嘛 就是三马 三马 我们已经不错了